我們第一位議員 陳崇輝議員 市長 你喝完是水 市長今天跟你 討論這個議題叫做鐵口直段 然後呢 這是還有那個有求必應 這個我長暗不是死的 市長 你昨天這個市長最近鐵口直段 比這個算命的還準 然後呢 陳施忠又說你 這個他只差不跟你學了 你比印度神童還要神 那市長也曾經預言 五月的時候呢 台北市會 本土會大概五千多里 真準 那也說疫情會影響 台灣即將天下大亂 市長 現在中央的疫調系統 真的天下大亂 是不是 對 好 也因為你的鐵口直段 我們阿建議員 王世堅議員 這個福隆王 我要跟你罵 甚至跟你我們警政衛生町頭 部門咨詢跟你討論 說你做到三件事 第一個 快篩陽性才PCR 第二個 親中症先給藥 再來徵調旅館 做集中的防疫所 讓急診 給中症用 我感覺阿建議員 你看今天不來 也不定期 他可能是半東西吃食粿 環境 我會跟你罵 然後呢他還要 你 這個新北跟中央 跟進你的步伐 跟你學習 市長 給你一點時間 看你有要跟阿建說什麼 他跟你合了 我會跟你罵 你要跟他講一下 沒有他只是講實話而已 所以你比這個 陳時中的這個防疫的 這個作為還要好 他終於講實話了 沒有這個其實 其實這個不是鐵口直段 這個都預期得到 那你有否比陳時中這個好 沒有這個 因為我們每天開防疫會議 每天我們就是 都會先預告 兩三天都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要做什麼準備 其實我們現在也是 所以市長 你用數據鐵口直斷對不對 是不是 這個數據 這個數據都有 好所以你用數據鐵口直斷 市長 那我要請求你一件事情 陳時中主導的疫調系統大亂 其實確診 丈夫只要隔離一天 造成社會恐慌 什麼恐慌 染疫亂造的恐慌 第二個 他到底要不要出門 可不可以出門做快篩 他都不知道 疫調的這個 現場 最後隔離的時間 變成收到通知書的時間 這個大家都很恐慌 然後關懷系統被打爆 針對中央這樣子的當機塞車 然後呢把問題丟給你來處理 他不解決 丟給你處理 你要不要再鐵口直斷一下 教教陳時中怎麼做 你要評論一下嗎 再過三天 台灣的確診數字就不準了 因為超過那個PCR的量 所以我們會進入黑暗時期 就看不清 完全沒有辦法 就測不準了 所以這才是最大的危機 因為有數據的時候 所以你要教他怎麼改善 恐怕齁 你這疫調系統不準怎麼改善 大概齁 恐怕最後階段是退守醫院 就是 退守醫院 退守醫院 市長 連疫調也不做了 有求必應 我要拜託你一件事情 現在民眾很恐慌 他不知道要怎麼樣 疫調的情況 請你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用這個有求必應的心態 關懷齁 不管是讓他有疏通的管道 關懷 我們這些 不知所措的民眾 市長你做得到嗎 可以 好 這樣我把這個有求必應 跟這個鐵口指段送給你 兩個都很難你知道 要有求必應 要有求必應 要不看到別人 別口指段 照顧一下我們 不知所措的民眾 我們留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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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